大家好,我是水滴 上期我们做了烤鸭接了鸭油 今天我们要用鸭油来做鸭油酥烧饼 鸭油酥烧饼是用鸭油做的起酥点心 我们需要先做水油皮和甘油酥 先做水油皮 面粉,盐,糖,再加上水和鸭油 混合均匀后,揉成团就可以 这个面团非常的软 盖上保鲜膜让它松弛一下 然后我们做甘油酥 甘油酥里只有面团和鸭油 我们不用再放其他的 也是揉成团就可以了 包上保鲜膜防止它变干 水油皮和甘油酥的软硬成绿一样 做出来的酥烧饼丝松口感才会一致 松弛后的水油皮稍微揉揉就光滑了 接下来我们给两个面团分别做一下分割 水油皮面团平均分成16个小剂子 然后整理成圆形 蛋油酥也这样分割整形 搓成小圆球 水油皮组尖的池 取一块水油皮按扁 包上一块干油酥球 然后封好口 包好酥后的16个饼坯 继续松弛15分钟 把每个面团的封口处朝上 用擀面杖擀成椭圆形 然后自上而下卷成一个卷子 转换方向 顺着封口的这条竖边 我们再擀制一次 一样自上而下卷起 我们一共卷了两次 然后醒发15分钟 这是炒熟的黑芝麻末 混合白糖成了糖芝麻馅 我家里的几位成员都是甜党 所以我这次要做10个糖芝麻馅的 再做6个咸葱口味的 咸葱口味里 除了葱 盐 我还加了一点点小苏打 是让小葱即使经过高温 也能够保持鲜嫩的绿色 我们先做甜烧饼吧 封口处朝上 两端向中间折 光面始终朝下 用擀面杖轻轻地擀平 然后包上芝麻馅 芝麻馅多一点才好吃 但是越多的芝麻馅 在包的时候越需要耐心 否则就容易漏馅了 然后我们再做咸烧饼 用擀面杖擀成长条形 然后铺上小葱 两端分别像面皮的中间对折 然后擀扁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用白芝麻稍稍做一点点缀 把甜烧饼的皮子按扁 然后用它的光面按向芝麻 芝麻就粘好了 略微抖动下盘子 来粘下一个烧饼 用这样的方式粘芝麻 芝麻不容易掉 也不会浪费芝麻 200度预热烤箱 烧饼放进去以后烤制20分钟 烤完烧饼以后 整个厨房都弥漫了鸭油酥烧饼的香味 没吃完的烧饼到了第二天 依然酥香满意 我们切开来看看 这是我喜欢的葱油咸烧饼 再看看芝麻馅的甜烧饼 到今天 这只鸭子算是吃得很干净了 我是水滴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和留言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